大家好,我為大家示範的是大編神盤的基本做法加示範教學 首先為大家介紹材料 自備的有剪刀跟一條小黑線 這待會會是作為輔助使用 這個是我們材料的說明書 還有如果要做一條的話 需要兩個C型扣 像這樣 看不見嗎? C型扣 然後跟一個龍蝦扣 還有鈴鐺 那基本做法是需要八條線 那首先我們準備的是兩種不一樣的顏色 那就是黃色四條、粉紅色四條 然後跟我們的邊緣盤 那首先呢我們第一個步驟是先整理線 那我們先將把線的頭都對齊 然後平躺在桌子上 那我們都先將把線整理好 將頭都對齊整理好之後 我們再找線的平均點 像這樣 那在我們整理線的時候呢 我們先將把我們的黑色準備出來 直放在桌子上面 那像這邊的話 是剛剛整理出來的中間點 那我們就把中間點 放在黑線上面 準備位線來打結 那這條黑色線呢 打結固定之後 然後待會兒會比較方便 邊緣 就是不會讓線跑掉 那我們第一個結可以打幾點 因為這樣待會兒線才不會亂跑 那就是建議最好是打兩個結 那是不像這樣 結打好之後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想把西扣跟龍蝦扣 一起套上去 那我們首先先將西扣 套上龍蝦扣 套上之後呢 就像這樣 那我們在 輔助黑線的部分 打結繩綁好 然後也將西扣跟龍蝦扣 套上去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來編繩的部分 那首先我們編繩盤 準備好 依照這個 黑點 白點的部分下去編 那不同的 邊線配置法 會有不同的圖案出來 那我們今天為大家示範的是 基本的做法 那像我的做法 會比較 習慣把手 握在結這邊 然後再握住邊身排 這樣比較不會讓線亂跑 那我們會從 32跟1號開始 的黑點部分開始 那我從 那我從 粉紅色的線部分 開始做 相線的 步驟 那就從 32號開始 先用粉紅色的線 那接下來呢 是白點的部分 我就用黃色的線 這樣做交替 那這邊就是4號跟5號 黃色線之後呢 再來就是粉色線 是黑點的部分 8號跟9號 再來就是白點的部分 12號跟13號 那這邊完了之後 我們再往下 那這些線記得就是 要拉緊 不然會跑掉 那黃色線呢 12號13號 完之後 那我們再 粉色線 黑點的部分 16、17號 黑點的部分 再來就是白點的部分 20號跟21號 粉紅色的部分 黑點24號、25號 最後回到白點 28、29 那我們 第一個步驟線 削完了之後 我們稍微把線整理一下 黑點的輔助部分 可以讓它往下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 我們待會兒 開始做 編繩的部分 那這邊的線呢 都稍微拉一下 中間點 然後稍微看一下下面 會不會有很不平均的部分 然後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 我們的編繩的步驟了 那我們剛開頭 是以32號跟1號開始 那我們現在也從這邊的部分開始 那一開始呢 我們就是以順時鐘的方向去編 那我們就有前面這一條 1號開始 那現在我們這樣都有對角線 那所以這個1號的粉紅色對角 是16、17這邊 那我們就從前面這兩條線的 從右邊這一條開始 那我們也是把它放到右邊 來 就是15號的部分 那接下來再把 16、17號的部分 17號左邊這一條 放回去 32號的左邊 這就是一個起頭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換白臉的部分 都是依照這個方式下去編的 從右邊的線開始 放到下面對角的右邊 然後再從左邊的線開始拿起 放到上面對角的左邊 那如果就是 覺得說左右分不清楚 我們可以依照號碼這樣來講 也是可以的 例如說現在這邊是8號、9號 那我們就從右邊的9號 放到下面右邊的23號 那這邊左邊的25號 再放回8號的左邊是7號 那就是以這個步驟呢 下去編下去 順時鐘的編下去 那就是給大家建議就是 起頭的部分呢 線都要拉緊一點 這樣起頭才不會鬆散 會比較漂亮 那就是你 這就是最大的線路 在這裏方向這邊 還有一張電話 整個鎖子 在這邊 再用一張電話 再用一張電話 然後再用一張電話 整個鎖子 那裡 再用一張電話 整個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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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鎖子